夏洛珊 我是夏洛珊 很高興和您見面 今年10月以來 偵察衛星在中國西部地區 發現了無以美國航空母艦、驅逐艦、 戰鬥機和預警機的實體比例模型 顯示中共正在快速開戰 以美軍為目標的攻擊試驗 根據衛星圖像公司 今年10月提供給美國海軍研究協會的衛星圖像 中共軍方在塔克拉馬干沙漠裡 建造了一艘美國航母 和至少兩艘阿里巴克級驅逐艦的全尺寸模型 這是在中國新疆若疆地區建造的靶場一部分 這裡靠近用於測試所謂的航母殺手 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的靶場 圖像中航母模型似乎一個平面 沒有艦度和其他細節 但航母的輪廓比對周圍的沙漠清晰可見 除航母以外 美國驅逐艦模型似乎更加細緻 上面有一些可能是用於安裝儀器 或模擬船隻上層建築的結構 這些模擬設施被安裝在一個軌道系統上 圖像顯示了一個75米長的目標 被安置在一個6米寬的軌道上 衛星圖像公司11月7日的圖片 發現了第二個疑似美國航母形狀的模擬目標 這個目標距離塔克拉馬干沙漠裡面 一個更大的疑似導彈發射場 約300英里 據推測 它是在今年10月建造的 看起來剛剛完成 與第一個不同的是 這個目標不是全尺寸的 它大約是美國尼米茲級航母的一半 長約173米 似乎沒有軌道機構 但有更大的雷達反射裝置 根據地理空間情報公司對MESA圖像的分析 這些模型是用於彈道導彈試驗的標靶 這些安裝在軌道上可移動的 或固定在地面的美國軍艦模型 可以模擬導彈攻擊時所需要的目標特徵 由於沒有發現模型被武器攻擊的痕跡 再加上模擬物的大量細節 包括傳感器和一些建築結構的存在 判斷這個區域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被重複使用 測試新的反艦武器 已經成為中共的一個優先事項 今年9月28日至10月3日舉行的珠海航戰上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 展示在塔克拉馬干沙漠看到的軌道縮比目標模型 他們稱之為陸基綜合電子藍軍系統 關於這些設施將測試的武器範圍仍不清楚 但可以看到中共在導彈測試方面的明顯進展 這些提升威懾能力的投資 是專門針對美國海軍的 特別是針對美國航母艦隊 也證實了五角大樓 關於中共反艦彈道導彈計劃正在擴大的說法 根據五角大樓11月初發布的報告 中國的軍事和安全發展情況 中共海軍的一個主要目標 是讓美國航母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面臨反艦彈道導彈的危險 中共有多個由火箭軍監督的反艦彈道導彈項目 包括射程超過800海里的東風-21D 射程約為2000海里的東風-26等 即中共宣傳的航母殺手 2019年7月 中共海軍進行了首次反艦彈道導彈實彈發射 向南沙群島以北水域發射了6枚東風-21D導彈 東風-26可攜帶常規彈頭或核彈頭 它的射程範圍可以涵蓋太平洋第二島鏈上的美軍基地 除了陸基反艦彈道導彈外 中共還有空對艦和艦對艦導彈 這些武器都構成了對西太平洋上美國艦隊的威脅 另據《南華早報》報導 近期的衛星圖像顯示 是中共火箭軍位於新疆富爾立的射擊場 至少有4架疑似F-35閃電2戰機的模型 這些模型可能是東風-16 和東風-21C中程彈道導彈的目標 東風-16的射程約為1000公里 東風-21C射程約為2000公里 中共在東北地區部署這兩種導彈 直接威脅到駐韓國和日本的美軍基地 針對地面F-35的模擬訓練 和東風-21C的部署 可以理解為是對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日本岩國空軍基地部署F-35B 日本航空自衛隊在三宅空軍基地部署F-35A 以及美國在韓國群山和烏山基地部署F-35A的直接威脅 中共火箭軍建立的標靶特徵 明確指向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 但是在實戰中能否達成作戰意圖 就完全是兩碼事 儘管反艦導彈被描述成具有強大的速度和射程 但至今還沒有實際戰力 而且他們在攻擊的末端 使用紅外或雷達制度打擊移動目標的可靠性 存在廣泛的爭議 美國的航母和驅逐艦通常以30折的速度航行 一旦發現導彈襲擊 就會改變航線 規避導彈的搜索 離開導彈的殺傷區域 這樣就要求導彈的制度系統必須掃描足夠大的範圍 並能夠過濾干擾 識別和跟蹤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 還需要不間斷地從其他信息接點 如潛艇、無人偵察機、海上巡邏機 預警機或衛星上接收目標數據 對中共來說 這是一條永長而且脆弱的殺傷鏈 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 都會導致目標的丟失 正確打擊移動目標 是中共反艦彈道導彈有效的必要條件 但它的充分條件並不成立 中共首先需要做到利用其一系列衛星、傳感器和其他監視資產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 真正準確地找到和追蹤航行的美軍艦隊 這一點很值得懷疑 其次是美軍的電子戰和其他防禦手段 都能夠破壞內襲導彈的制度訊息 還有就是中共的這些彈道導彈本身對雷達和紅外傳感器有很高的可見度 美國海軍多年來一直在應對這種威脅 而且手段不斷承受 比如標準3、標準6、導彈防禦系統等 中共缺乏此樣的海上監視能力 不一定能夠可靠地探測 跟蹤和傳輸導彈攻擊所需的目標數據 因為在導彈的攻擊過程裏 需要和海軍、空軍和太空監視平台保持通訊 以確定導彈的發射時機 並鎖定目標 在實戰裏面 中共的這些偵測和通訊設施 肯定是美軍最先摧毀的對象 美軍有足夠的電子戰手段和動能武器 破壞或摧毀這些信息系統 中共用固定或直線移動的全尺寸標靶 測試和練習對移動目標的攻擊能力 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殺傷鏈 似乎比較真實地反映出 中共在攻擊能力上還處於發展階段 中共甚至沒有像伊朗一樣 能夠在海面上可以曲線移動的美國航母模型 伊朗在這艘航母模型上 描繪了尼米茲級航空母艦的飛行甲板 美國第五艦隊發言人表示 伊朗的演習不會改變美軍在該地區的行動 它對美國海軍在海灣行動產生影響等於0 對具有多種先進防空能力 行動積極的敵人 中共想通過遠程打擊手段擊敗對手 需要極其複雜的技術條件和戰術能力 原始的把牆設施表明中共還有相當的距離 當然依中共目前的進展 有可能利用所謂飽和攻擊的手段 就是用足夠多的導彈集中攻擊一艘航母 來壓到航母戰鬥群的防空能力 只能夠說這種做法有可能提高民眾的概率 但都不一定真正有效 就算有效 中共有多少枚彈道導彈可用於攻擊一艘航母呢? 打沉一艘航母之後怎麼辦? 還拿什麼與對手對抗? 中共現在相對於美軍所形成的能力 有可能還比不上1941年 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日本相對於美軍的能力 當年 日本的艦隊要跨越6,000多公里的風暴海面 向遠在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開戰 這是今天中共海軍都不一定能做到的 當年 日本海軍甚至在最初的行動中得手 但它被日本帶來的結局 是整個國家的戰敗 華盛頓號航空母艦 就停靠在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 對中共來說更在指赤 美國第七艦隊今天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地位 同意戰期間太平洋艦隊在珍珠港的地位 形成了大致相應的戰略關係 如果中共願意 它可能有機會擊沉一艘 停拍在日本橫須賀的美國航母 中共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羅援認為 擊沉兩艘美國航母 並造成上萬名水兵死亡 就會迫使美國 因為無法承受戰鬥造成的傷亡 而造出推出戰場的政治決定 對這種觀點的求證 只要看看日本擊沉美國海軍的戰列艦 和航空母艦後的結局就明白了 今天的話題就到這裡 多謝你的關注 我們下次見